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专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功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天草一魁 上次我们说到 导演家的藩军打算在深江村 狙击天草一魁军 那么得知消息的一魁军早有准备 那么在深江村之战中并不落下风 而且呢 一魁军排兵布阵 极有章法 有条不紊 可见在一魁军中 有精通兵法的武士指挥 虽然藩军在守战中最终获胜 但是伤亡非常的惨重 各地天主教徒的一魁军 也纷纷的向深江村支援 那么导演家的家老 考虑到士兵连续作战 极度疲劳 就率领藩军退回到了导演城 一魁军的声势更加的浩大 暴动就扩展到了整个导演半岛 导演城呢 也被天草四郎所领导的一魁军 围的是水泄不通 居城几乎被攻破 而守城藩军的人数 远远少于一魁军 只是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攻势 苦苦的支撑 等待着援军 与追相呼应 几天之后 在肥后的天草也爆发了天主教徒的起义 从领主四泄市的本城唐金城出发的藩军 三千多人 在十月十日前往天草镇压一魁军 但是首战就告实力 在上岛的小岛的支战中 藩军的大将三摘藤兵卫战死 那么得到消息 其他各地的一魁军也都赶来增援 和平一处的一魁军 就把唐金藩军围困在福岗城里 不过藩军非常的顽强 而且福岗城非常的坚固 远远超出一魁军的想象 一魁军攻城数日伤亡惨重 最终也没有攻进城去 同时藩军抓住了一魁军的漏洞 出其不意的烧毁了他后方的阵地 这就让一魁军大为的恐慌 那么大名西川市的援军 这时候正在途中 被迫无奈的一魁军 只能再次退回到岛原半岛 河北一处的一魁军 得知了幕府的讨伐军 正在靠近的消息 就进入到岛原岭 原来旧的领主 由马家废弃的居城一元城 固守待战 同时修复了城堡 储备武器弹药和粮食 来防备讨伐军的进攻 1937年10月9日 幕府将军得到了一魁的报告 报告是根据松桑市家老 和大名西川市的描述而写成的 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 但是由于路途遥远 还是经由大阪城代为转交给了幕府 所以幕府接到报告的时候 已经是起爆发的半个月之后 而这个时候 岛原和天草的一魁军已经会合 囤积了兵器粮草修主攻势 做好了抵抗幕府军的准备 这给后来幕府军的军事行动 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幕府拿到报告之后 就召开了老中会议 讨论如何平定叛乱 最终决定派遣幕府的进尘 板仓仲昌为正史 十五真卿为副史 前往九州镇压一魁军 板仲仲昌是京都索斯代 板仲盛重的第三个儿子 是知行高为一万五千代的大名 板仲一家从德川家康时代 就追随德川氏是幕府极为信任的普代大名 仲昌本人也是作为德川家康本人的 御进席出头人 长期侍奉在他的身边 在大阪之战中也立有战功 是赫赫有名的武将 同时仲昌他也有过初始九州的经历 1632年在九州朱大明进行转风调整的时候 仲昌曾经奉命赶赴九州 担任城池的交接任务 正是因为他熟悉九州 这也是启用他作为正史的重大原因 这个时候的板仲仲昌正好是五十岁 无论是在经历上还是处理事务的经验上 都是处于他的黄金时期 10月9日 仲昌一行由江湖出发 途经福建大阪 最后在大阪乘船到达了九州 26日到达九州的小仓 不过这个时候局势越来越严重 仲昌他们一行出发的两天之后 也就是11月12日传来了 天草也爆发了天主教起义的消息 而领主玉泽氏的藩军 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导原天草的一魁军合并一处 打败了玉泽氏的藩军 富冈成代 三宅滕明卫战死 整个导原天草地区 已经完全陷入了天主教徒 一魁军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不好的消息 接二连三的就传到了幕府 感觉到事态严重的幕府 决定再次派遣 位高权重 具有威信的大臣 崇平信刚和护田士帖 为政府上市 前往九州地区 领导导原天草一魁的 平叛事宜 那么九州朱大明的家臣中 有很多人 原来就是天主教徒 这就让幕府身为不安 对九州朱大明 非常的不信任 同时呢 为了防范天主教一魁军 进攻有着良好天主教信仰的长崎 幕府就派遣了使者 前往长崎 辅佐长崎的奉行 布置长崎的防卫 另外呢 西川市虽然是外洋大明 但是和德川市 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所以被认为是德川市 在九州的耳目 西川市呢 就担负着为幕府 监视九州大明的任务 而先行出发的 板仓仲昌 这个时候并不知道幕府 又再次派遣上市的消息 他于12月1日 到达了肥后国的高赖 指挥汇集于此的 肥前肥后 驻后三国的藩军 终于在一魁爆发一个多月之后 由导原天草府近大明的 藩军为主力 以幕府派遣的证实 板仲仲昌 为大将的幕府征讨军 组成了 1937年12月8日 幕府军开始进攻 天主教伊魁军 固守的原城 不过伊魁军早有所准备 依靠修筑的城防攻势 居高临下 抗击幕府军 让仲昌吃惊的是 伊魁军并不是毫无组织 混乱不堪的乌合之中 他们不但训练有素 而且有着狂热的战斗意志 还有数量可观的火枪 和优秀的火枪手 初次攻城 幕府军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各大名的军队都有伤亡 仲昌和诸军大将 经过军事会议之后 认为伊魁军已待劳 如果强攻 必然非常的困难 而且还会有很大的伤亡 这是幕府将军所不愿意看到 所以他们决定改变策略 对元城进行围困 修策固定的攻势 消磨伊魁军的斗志 各大名呢 也迅速下令 从各自藩内砍伐树木 送到阵地 用于制造盾和竹树 同时呢 还建造出高处元城的井楼 不间断的向城内射击和投掷实弹 加强阵地之后 幕府军在12月20日 再次发起了攻击 伊魁军毫不畏惧 用火枪 石头 废水 多次击退了 疯狂而至的幕府军 幕府军死亡惨重 伊魁军里 不分男女老少 全民皆兵 分工有序 老人和孩子 收集搬运 用于投掷的石头 女人负责饮食 洗衣和照顾孩子 同时呢 也参加战斗 协助男子防御工程 整个元城的伊魁军 在天主教旗帜的号召下 无比的团结 据说每天 祈祷礼拜的声音 响彻云霄 这也让幕府军震撼不已 那么以松平信刚 和护田士铁为首的 第二批上士的到来 就让板仓仲昌 陷入到恐慌和焦躁之中 这也打乱了 他的战略部署 因为仲昌认为 这表示幕府 已经不再信任自己 多次进攻 不但无功而返 而且死伤众多 而对方 只是揭竿而起的一魁众 无论在人数上 还是武器装备上 都处于劣势 幕府已经对他的 所作所为不满 这才会派别人 前来代替他 说不定呢 还要拿他下于问罪 而其他将领 也得着有新的上士 即将到来 所以呢 对仲昌的指令 杨凤银为 不予执行 这也让仲昌 步履为奸 左右为难的仲昌 决定在松平信刚 护田士铁 到达岛人之前 发起总攻 正担任京都 所思代的他的兄长 板仓仲宗 也以家族荣辱为理由 希望仲昌 能够尽快的攻下原城 脚灭叛乱 情敌之下 板仓仲昌 召集镇前的诸将领 下令于元旦那一天 发起总攻 1938年1月的元旦 板仓仲昌和石骨真青 身先士卒 率领幕府军 向原城发起了总攻 由于配合不当 和准备不足 仲昌身中火枪战死 石骨真青受伤 一部分幕府军 突进城内 但是因为伤亡过多 败罪下来 战后清点伤亡的人数 幕府军死了600多人 伤了3800多人 整个幕府军的营地 到处都是散落的旗帜 和武器自重 可谓是惨败而归 幕府军这个时候 已经丧失了士气 无力再战 那么副使 石骨真青无可奈何 只好连连向幕府报告 希望幕府能够派遣更多的援军 板仓重仓的战死 极大的震惊了幕府上下 那么认识到伊魁军顽强的幕府 下令让西川中立 郭岛圣茂 有马丰氏 丽华宗茂等九州大明 返回领地 重整军事 配合新任的上士 围剿伊魁军 那么要想统领和驾驭 各大明的军队 让各地的这些强翻 西越城府的服从命令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板仓重仓的战死 就是将帅不和的一个后果 因此呢 幕府派遣了松平信刚 这位直高权重 足智多谋的幕府老钟 松平信刚是一斗手 所以在民间呢 也称他为智慧一斗 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物 是将军德川家光身边 年轻有为的权臣 积德加光的信任 松平信刚出生于1596年12月19日 是德川家康的家臣 大和内九刚的长子 松平信刚的先辈 本来不是松平氏 而是大和内氏 松平信刚的父亲九刚 是家康政权 三河远江地方的代官 1601年 松平信刚被过继给 德川家康一族 松平正刚作为养子 并且在1603年 随着养父松平正刚 先后拜见了二代将军 德川秀忠和大御所 德川家康 那么在德川秀忠的 敌长子德川家光 出生后的1604年7月25日 松平信刚被任命为 德川家光的小姓 当时呢 信刚只有9岁 信刚在松平正刚的教育和培养下 逐渐就成为了德川家光身边的心腹 那么信刚的养父 松平正刚 是德川家康身边的重臣 他曾经出世于德川家康 德川秀忠 德川家光三代将领 掌管幕府的财政大权 松平信刚之所以能够成为 家光身边的近臣 而且仕途顺利 很大程度是得益于 他是松平正刚的养子 这个事实 松平信刚深得德川家光的信任 1623年7月 他随着德川家光 前往京都觐见天皇 被授予了从武为下的官职 一斗手 那么松平信刚 正式的登上权力中心的舞台 则是在德川秀中死后 德川家光开始掌控 十权的宽有十年之后 他成了幕府权力核心的老中之一 并且经常在他的府邸 举行朱大臣会议 松平信刚在幕府阁辽中的地位 大大被加强 德川家光给予信刚 破格性的信赖 在松平信刚出发去评判之前 德川家光授予了信刚 可以自行开封处理 西部诸位大明的报告 而不必承受幕府的诸音状 这就赋予了信刚极大的权限 那么松平信刚对于平叛 也非常的重视 他带上他18岁的敌长子 徽刚 同时呢 随行的士卒 包括他的本藩士兵 1300多人 以及从近江国水口出发的 甲和仁者 他自己的本城 仅留下了200多人守护 那么作为副使的 护田士帖 他也率领了2500多名 本藩的精锐藩军 和他已经成年的两个儿子 两个人在大满会合之后 就开始准备渡海 及围困岛员半岛的船只 玉三家之一的 姬一大明 德船赖轩 献出船只80艘 冯旭赫家 也献出了60艘 然后呢 松平信刚和护田士帖 就率领了大军 乘船经海陆 前往九州 关于为什么会派遣松平信刚 有很多的解释 第二次上使的派出 不仅仅是为了加强讨伐军的力量 和加快平乱的进度 很明显更多的是为了平静起义 结束之后的善后处理的事宜 此外呢 幕府对于天主教徒 这次依葵的声势蔓延 开始重视 那么松平信刚 作为幕府高官老忠 是代表着德川家光 严密巡视防范九州大明的 那么也有不少人认为 一开始任命板仓仲昌为正史 十五真卿为副史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呢 板仲仲昌 他只是一万五千弹的小大明 十五真卿 仅仅只是不足一万弹的起本 可是讨伐军中的主要将领 那些九州大明 比如说郭岛圣茂 他的领地是三十五万七千弹 西川中立是五十四万弹 黑田中支是五十万两千弹 永瓦峰氏是二十一万弹等等 要他们两个人 去统率这些九州大明 特别是外样的这些 强藩组成的讨伐军 的确是有点勉为其难 力不从心 当时身为幕府将军 建树指导师 肩负着监察朱大明的柳生宗具 就曾经预言 板仓仲昌不能收拾九州起的局面 必然会舍身战死 最后的结局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幕府也并不是不知道 仲昌和九州大明 在封地上的差距 只是幕府并没有给予 导员天草一魁事件足够的重视 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 普通的一魁事件罢了 幕府对一魁的轻视 就使得评判的进程极为的艰难 而上使和大明之间互不信任 最终导致了板仓重伤 兵败身亡 那么由于武家诸法度规定 大明是不能擅自出兵行动的 一切必须等待着幕府将军的旨意 所以呢 九州各大明的藩军 只好整军待战 只是在自己的领地内戒备 防止天主教一魁的渗透和蔓延 而且不能去支援 围攻原城的幕府军 这就导致了对天主教徒的 一魁的镇压大为延迟 一魁军就有了足够的时间 修复破旧的城池 拘以抵抗 松平信刚是在1638年1月3日 到达了岛园 4日就由信刚之子徽刚 率领援军渡海到达了阵地 新上任的松平信刚 他认为幕府军最初的防御攻势 完全是没有用处 要求各大明军立刻放弃这些前阵地 向后撤退 随后呢 向阵中的诸大明军队下达了这样的命运 构筑土山高丘 居高向城内进行射击 设置碉楼绍港 严密监视一魁军的动向 并且围栏扎杖 保卫城池 围而不公 进行冰凉对攻 松平信刚的意图很明显 是尽量的避免在城下和一魁军交战 修建坚固的军设施 准备对一魁军进行长期的围剿 尽量减少人员的伤亡 那么在松平信刚新的策略下 战场的局势又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下集再继续给大家 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